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我是谷怀轩 好 今天要讲几个跟诉讼大概都会有关系的事 那一开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三亿男到底是谁 今天答案正式揭晓 而且是经过法院认证的 因为柯文哲到法院去开庭作证嘛 他作证 他口冲说出来的三亿男到底是谁呢 好 再来看到是谁是三亿男的高乌龙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到是柯文哲出庭说是柯建民 说是郭台铭 结果柯建民打领柯B说 郭是捐三亿给好师傅 而且现在还说有所谓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三亿男案这个当中有一个意外的案庭 就爆发有个内幕 就说拜托柯建民去安排 就在选前的时候呢 柯文哲他曾经希望要去见郭董 好 那当然这就是在整个三亿男这个案子里头 大家就在讲说那过程当中到底是 柯建民想要去牵线呢 还是柯文哲他自己想要去跟人家见面 好 那当然不管怎么说 这个案子经过柯文哲去作证 他说柯建民讲是这样 那柯建民又怎么说呢 柯建民今天发了一个声明稿 开了一个记者会 里面讲他忍 一直忍 他忍了很久 他在忍什么呢 好 待会一次把真相全部都公布 让大家知道 那这件事情所有的环节之中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把真相还给所有的民众 如果真的讲要把真相还给所有民众的话 那可能对于马总统来讲 今天听到金普聪前国安会民主长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所讲的那段话 大概也是心有戚戚焉 因为金普聪今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两件事 一个提到了马总统 在民嘴口中所谓政治献定案 到底是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当初为什么会败选 因为有一个叫做虚角文化 OK 好 他怎么说的 好 我们光是来看这个部分金普聪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马总统是遭人刻意人格谋杀 好重的词 对啊 谁杀他 说过政治现金的 所有这些人 因为金普聪说他非常相信马总统 所以一直在怀疑这些事情 是不是都刻意是在构陷一个 所谓的刻意人格谋杀 那对于马总统来讲的话 听到这些话会不会也觉得说 终于有让我还我清白的那种感觉 现场来宾会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全国的民众又会怎么想呢 好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国防部开了一个记者会 再讲一次阿帕奇的事情 但是大家现在只会想一件事 你就算开了记者会 你就算讲了这么多 民众真的都相信吗 不管到了今天还在查贵妇团 到底有没有什么外傭是合法非法 然后呢 接下来再问的一个就是 那所谓的几个团去看这个看那个 到底有几个是申请的 几个是合法的 几个不是合法的 国防部真的都讲清楚吗 或是说前前后后之间的反复 会不会让民众觉得反正 我都你那说 那就问号就一直打 会不会变成就是这个样子呢 好 光是来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想兜了 光是一天两天之间呢 这个说法都不太一样 像这阿帕奇的贵妇团 雇中外傭啊 劳动部先是说呢 是暂时查无不法 但过了一天又发现 这个李庆荣违法外劳案呢 劳动部又说这七个雇主 涉嫌违法 那到底有没有违法 对啊 我们也开始要问清楚这件事情 3月29发生了事情 4月2号媒体开始 等到了12号 13号 还在这个样子 政府查一件事情 有这么难吗 如果真的要讲 查一件事情有这么难 那当然很令人痛心的 在上个礼拜发生的 就是终结发生的意外 有四个人无辜的人民 OK 就这样子往生 但是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官 大家要问的就是 有人死了 官都没有事吗 每个人都告诉你说 我做了这个 做了那个 最多到了今天 被大家骂到这个样子后 有人就出来讲说 好 那我们开始要检讨这个 检讨那个 官都这么好做吗 官字两张口 在官场一向都是如此吗 那可怜的老百姓 又怎么办呢 来 问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爱宾 好 现在就是立法委员陈学胜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 大家好 最新媒体黄光琴 大家好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黄伟哲 学生好 大家好 青党父母书长刘文雄 大家好 台北市员高嘉宇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信号画面 台中捷运调梁意外酿成四死四伤 使者家属指控 驱行钢梁缺乏支撑架 为了赶工冒险吊挂 才会遇上死结 今天即使说我大哥真的有做错的地方 没有人纠正 你只是跟我们赶 一直赶 一直赶 而检方展开调查事故原因 目前朝向人为疏失 更痛批施工过程缺乏严谨度 就像小孩玩积木简直是玩命 罗斯是根本没有锁上的 有发现就是说 施工单位他们确实有 为依照这个相关的施工规范 来作业的情形 他们没有进行这样的风路交管 交通局也没有在 他们正在做的那一个时刻 发现就代表交通局 跟大家道歉 事隔四天台中市府终于道歉 市长林嘉隆被指控 是因为要求赶工才造成意外 真是如此吗 而事发一开始就出面表明 北市检议局会负责的市长柯文哲 上午则是为了曾经爆料 政治现今一事出庭作证 原来他点名的三亿男 是听柯建宁说的 是他主动来找我 说我拜访郭台铭 他说我是支持连战 我支持连胜文的 而马总统政治现今一云 同样扯不清 金普聪一回国立刻火力全开 他更说 以他对总统的了解 相信马总统经得起考验 我对马总统的了解 我觉得马恩可以经得起考验 质疑名嘴造谣抹黑 金普聪不排除 等马总统卸任之后 调出回忆录 金小刀的反击 会对政局 造成何种影响吗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一边面 好那一开始让大家来看的就是 今天大家一直从选举的时候 大家就在瞩目的 所谓的三亿男到底是谁 那今天连柯文哲 其实在上礼拜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呢 这个礼拜一就是要排柯文哲 出庭作证 因为柯文每次来节目的时候 都会讲说 他一定要请柯文 他们出庭作证 把所有的事情要讲清楚 好那牵涉到几个人 柯文哲 柯建宁 OK 那当然 柯建宁希望说 是不是连郭台铭 都可以到庭上面去作证 那柯建宁在今天还发一个声明 一直忍 真相只有一个 大家都在问 柯建宁在忍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话 这每天 从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已经多久了 几个月了 选完都这么久了 这有什么好忍不忍的 话就直接讲出来就好了 那事实过程 到底是什么呢 来快选 好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从1月14号开始说起 我们当时呢 柯平他接受媒体专榜 他就说啊 选战期间的 原本要拜会一位企业家 但他说已出三亿 给对手已付钱了 不想中途换人 隔天呢 扣扣姐就说 这三亿男就是郭台铭 就看郭台铭就控告 周一扣防害民欲 并且要求民事赔偿 一千万元 好到了今天 他们到这个台北地医院的 抽营作证 柯平就说 民进党立委 这个柯建民的转述 郭台铭呢 已经捐给对手三亿元 因此打消要见郭的构想 那么听柯建民的转述后呢 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查证 而这时候柯建民则说 他说柯文哲在去年夏天呢 主动希望见郭 但并没有引荐 之后就告知柯批 郭长期支持蓝银 而且曾经捐三亿 给台北市政府的 上海市博台北馆 柯文哲说法是 很荒谬 可笑的一出闹剧 那么说柯文哲 说话方式本来就很跳跃 表达也没有很清楚 只记得中间一句话 产生如此误解 将让他人片面解读 就造成后续风波 这样是不好了 至于鸿海集团则表示说 2010年上海举办市博会 郭台铭全额赞助台北馆 捐出金额三亿元 不过柯柯姐反应说 他说柯建民说 他说郭台铭 捐三亿给柯批的对手 是指郭娟捐给台北上海市博馆 他说真的是插话 他说在今天以前呢 为什么不说呢 柯委员上法院这样扯会出犯 做个卫正罪也 他说呢 郭台铭被柯批出庭作证 是三亿难了 居然和柯建民串购 转移捐三亿给柯批对手的焦点 争不入流 郭台铭有种去靠柯批 好那当然这一段呢 就是Coco他今天呢 他在媒体上面所讲的这些话 我也不知道他是 哪里哪里跳出来 郭台铭跟柯建民 有没有串供说 讲这个捐三亿是 什么上海市博啊这些 OK那但是 确实柯建民自己讲说 他是跟柯文哲讲说 那当初那郭台铭 他是捐了三亿给台北市政府 上海市博台北馆 OK好看起来这件事情 而且 而且柯建民他在声明的全文里头 一直讲甚至他说 这只能说是一出极其荒谬可笑的闹剧 真相只有一个 光潜 谁搞的这出闹剧 对我首先讲 柯文哲他到法院上他大可说 我当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也没有讲是谁 那这样的话 那周玉扣可能就要很惨了 那他到法庭上 他直接讲说 我讲的就是郭台铭 相对来讲是出手救了周玉扣 至少他有所本 他有他的消息来源 就第一个 那柯文哲呢 显然他也是道听途说 而这个道听途说 跟我们一般讲道听说 有所不同 他的消息管道是来自柯建民 我觉得相当有可信度 只是说他这个来源 后来跟他自己的说法 出现南辕北侧 非常不同内容 我们这个也提出 这个郭柯文哲 他在法庭上面的一个实录 13分钟 你看柯P他的说法 是很明确提到 你看这上下文 他是提到是说 柯建民跟他讲 说郭台铭是因为出了三亿 现在不想换人 如果就我的这个新闻 这个所谓的素养好了 三亿人不想换人 其实真的会让人家感觉 感觉说你捐的是 OK感觉是联合 因为他三亿当时候是选战期间 感觉上他有特定的支持人选 他又捐了三亿 他不想换人 如果是讲的是 如果柯建民当初跟他讲说 他三亿是捐给四伯的话 那又不是所谓的 当时候台北市长 郝龙斌选 那也没有所谓的换不换人 那前提是要 柯建民 柯文哲 现在人太多了 柯文哲 前提上柯文哲 的确有听到柯建民是这样讲 可是我们看到柯建民今天 他的生命稿全文 他明明白白的提到 当初跟这个柯文哲所讲的 有明明白白提到 事情是针对上海的四伯台北馆 那是他当时候跟柯文哲 略掉了说 前三亿元是捐给这个四伯馆 还是说 这个他当时候有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柯建民 明明跟柯文哲讲说 这三亿元他是捐给 郝龙斌当时候办事伯的 这个台北馆 柯文哲不至于听错 因为他跟他讲 三亿元是捐给那个四项的话 他不至于听错 那何以柯文哲 现在完全会认为说 你讲的其实就是 他是支持林盛文 好那你再看他 柯建民的声明稿 他这边也有提到说 其实当时候 郭台铭叫他告诉柯建民 他不方便 柯文哲不应该 不方便见的时候 他是有提到说 我是支持林盛文 那到底是说 因为支持林盛文 然后话语中间有这三亿元 所以以至于大家误会了 还是如何 我觉得这两个人说法太南辕北策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这个郭台铭跟林盛文是可以做的 就是你这么支持林盛文 而且你们交情也肥浅 他要选举的时候 你支持他 难道没有任何政治现金吗 听说这个林盛文已经完成了 跟监察院所提交的 所谓选举的这个经费的一个 申报 这个申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里面有没有郭台铭的 那总的来讲 还是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郭台铭你只要提出说 你当初捐给林盛文的 假设是三千万 那就不会有三亿的问题了 就是说 你捐给他的政治现金只有一次嘛 我不可能说 那除非有私下的这个管道 那也无这个任何的证据可以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 罗森门 如果换作是一个司法案件的话 这还是没有办法有取得 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直接证据 周遇寇最多是 Coco算解套吗 他算解套了 Coco算解套吗 因为Coco讲的是说 他听柯文哲讲是什么什么 OK 那今天柯文哲去作证说 对 他要跟Coco讲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是柯建民跟他讲的 陈伟 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到最后 像柯建民还说忍了很久 然后出来讲一个真相是这个样 那搞到最后 大家就要问说 到底是柯建民跟柯文哲讲的时候 就讲错 还是柯文哲听错 还是他们两个人各有心情去讲的 听到的跟讲出来的刻意不一样 他还是误会一场 现在变成是真的 从头到尾就是个罗生门啊 我觉得 柯建民讲实话 一直忍 我觉得连胜文忍得比他更久 忍到现在才 最起码这个事情真相大 我觉得 应该这件事情 柯建民 柯文哲应该跟连胜文道歉 因为 这件事情是选举很不公平的事情 因为当时在这节目当中 如果从来没有讨论过 那柯建民可以讲说 因为没有人提 所以我没有讲 我还记得在这节目我讲说 柯建民只要出来讲 到底那个三亿男是谁 就解决了嘛 他忍什么 他就忍到柯文哲当选嘛 他忍到今天 他不得不出庭去 要作证的时候 他不能做伪证嘛 他只能讲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要大家原谅 说我有讲真话 但是因为柯比很跳跃式的 所以柯比可能是没有听清楚 所以请大家也不必再过度追究了 拜托 那当时选举前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要大方一点 你就把话都说清楚了 然后留下一个尾巴 今天说实在 这个连胜文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那我觉得今天用什么方式 能够把这个事情回到从前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柯建民 选择了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 希望能够规避所有的自责 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对柯比 还是给他相对的 相当大的一个包容 觉得柯比有听错的权利 有讲错话的权利 因为他永远是对的 我觉得不能对柯比这样的纵容 如果今天柯比 你真的在听柯建民讲的时候 明明白白就是讲 世博管的三议 那你故意把它曲解为 是投资给连胜文的三议 我觉得柯比 你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没有心机的人 你不是那么透明 非常纯洁的人 我认为柯比你自己要把话说清楚 OK 因为在柯建民今天这里头 黄伟 你知道柯建民的说法 他是讲说 柯比在媒体上发言 经常叫为跳跃 将不相干的事都在一起 所在多有 请大家不必过度追究 感觉起来好像他讲的就是这个样 所以是柯比你把很多事情都在一起 他也不讲柯比事 像刚才成为人讲说 你是不是明明听到是这样 你讲出去不是这样 他也讲说可能是很多事都都在一起了 误会一场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呼吁郭台铭撤告 周一寇小姐不要再发言 大家选择放假 这么一下就 柯建民出来说一个放假 所有事情大家就告诉你 云云众生 阿弥陀佛 大家放假 就这样子啊 我一会儿我赢了 这就是什么一回事啊 没有这个今天今天这个柯总招还讲了 这讲什么 讲说这个六祖会呢 所以他这个已经讲的蛮佛家了 蛮哲理 不过今天有平面媒体在法庭上这个做了一个实录 我真的怀疑他去录音来了 他把那个柯P的这个情状描述的非常生动 好像躲在做 当然法庭是公开审理 他讲什么 柯P对于这个捐款讲了两种 就是前后 就是从他自己陈述之外 后来法官跟这个郭台铭律师结问他的时候 他有讲 第一个他讲什么 我就完全引述平面媒体所讲 就是说他柯P去要求这个柯文哲引荐一下郭台铭嘛 然后他这个他这个柯 这个柯建民讲说 人家已经出了三亿给对方 人家是支持连的 支持连的 人家出了三亿 坦白讲如果柯P讲了说 人家也是支持连的 人家出了三亿 这个如果是非常精确的讲法 那这两个会让人家联想 人家支持连 人家出了三亿 然后后来就当然 如果是我是 我来听起来我也会觉得说 他捐给连圣文三亿 可是后来律师在结问他的时候 他讲说 他已经出了三亿 柯P讲说柯建民跟他讲 说人家已经出了三亿给对方 对方就比较广了 对方是什么 是连阵营 是好市府 还是什么 因为好龙坪支持连圣文 是不争的 那他在那个时候 捐钱给好市府 可能而且是2010年 选举很 选举是2014 在那个时候捐钱给 2011年是上海四伯的时候 那四年前的事情 可能会 这个四年前的事情 捐钱给好市府 然后表示对好 跟好龙斌友善 然后之后 这个好龙坪支持连圣文 可以讲说是 这个两个事情可以串在一起 我是觉得有点挑 而且这件事情是在选前的时候 柯P在有台一个节目 在专访的时候 柯P讲的 就是您刚才前面所提到 对 说就是他有一个大企业家 说什么已经捐给对手 对手 是用对方还对手 对手三亿 就是这些整个 大家 其实我说实话 在当天 那几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讲白一点了 大家都知道 中间传话的那个人 就是柯建平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等柯建平 你会不出来说 对 我觉得其实柯总赵 如果早点说 惠许大会比较清楚 我就讲话有点结巴了 不是 选举结果就可能不太一样 不是不是 你觉得跟选举结果有关系 我今天很清楚的说 这个事情发生什么时候 选后 在这个友台的节目里面 专访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选后了 然后而且这个柯P自己讲说 他在选后 选后接受 这个周玉寇的访问的时候 私下在广告时间 私下跟他讲的 后来这个周玉寇引述 这事情是发生选后 不是在选举中 就是说被传出来是在选后 但是事件发生在 214的七八月间 从七八月间到11129 没有人在台面上讲说 这个三亿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清楚的 厘清 对不起 在这节目我们曾经就质疑过 有引起一段时间的风波 然后他会把顶心很多案子 都挂在 就是说 联盛文跟这个权贵 跟财团挂在一起 所以联盛文就有选输 甚至外衣效果 让国民党很多县市选输 跟很多的权贵 那个印象有 我不能讲说 因为这个案件 就让联盛文选输 但这里面加深了 联盛文跟权贵的关系 所以我才讲说 最起码 在法庭上的陈述 我觉得柯建民跟柯P 真的要跟联盛文道歉一下 也许不见得 必然造成选举的输赢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造成联盛文大的伤害是 我现在讲一下说 柯文哲为什么要去见郭台铭 他不是要去跟他募款 他是怕说像重演2012 像王雪红那样出来 就是说 这些财团全部都站出来说 我们要支持马英九 或是支持联盛文等等 他怕是这样的效应 所以柯文哲他是想要跟郭台铭 他们了解说 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 让他们化解这个疑虑 这是他的本意 所以他拜托柯建民去帮他 讲这件事情 约郭台铭见面 结果柯建民就跟他讲说 人家已经捐了三亿了 所以就不会支持你等等 对柯文哲来讲 他会觉得说 2014年你去讲 2010年的花博三亿元 那个会不会扯太远 所以我觉得站在柯文哲的角度 他当然会觉得这三亿元 是不是就是捐给对手 所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那个人已经捐给我的对手 三亿元了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去找他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柯建民今天 现在感觉上柯建民有什么 他意思是说 我当初明明跟你这样讲 柯建民当时到底 有没有告诉柯文哲说 那三亿元 他有没有讲清楚说 是当初上海世国 台湾管的那三亿元 到底有没有讲这第一点 第二点 连胜文在这过程中 如果他没有拿到任何 郭台铭的政治现金 他大可以站出来否认说 郭台铭一毛钱都没有捐给我 或是说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 三亿元 为什么连胜文完全没有站出来 非常的奇怪 就是说连胜文有这么委屈吗 选举老实说 兵家必争 任何的这个对手的恭敬 都要立刻站出来澄清 三亿元不是小数目 而且是违法的事情 当时媒体评论讨论这么多 连胜文完全都没有出来否认 好 那今天如果说这三亿元 真的是世博的 上海世博商议 我去找 我今天问台北市政府 这三亿元到底是怎么来 到底怎么捐给台北市政府 这个台北市政府说 这个上海世博 这个三亿元 都是郭台铭自己说的 台北市政府 没有收到郭台铭一毛钱 因为上海世博 台湾管 全部都是郭台铭自己在上海 自己去跟中国政府 来申请建造 自己去盖 然后自己花钱 自己盖起来的 所以到底花了多少钱 市政府说他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郭台铭说是三亿元 OK 所以到底真的是多少钱 另外这个时间点 我也要去质疑一下 就是说 因为大家现在在问 上海世博这个时间点 是在2010年的五月 可是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当时要接受 郭台铭的三亿元 这样子的好处 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郭台铭要收受这个好处 原因是因为 三创是在2010年3月 去BOT招标的 2010年的4月 鸿海取得了优贤益月权 弄差了 到底这中间有没有关联性 当然我们要去质疑 就是说 任何人说随便捐给三亿元 然后帮台北市政府 在上海盖一个这样的市博馆 台北市政府就要接受吗 有理由去接受财团这样的好处吗 我们讲很严肃的 这个法庭上的证词 因为这个是公开审理 在场旁天很多 法官问说 那问柯P说 那你有见到企业家吗 柯P回答没有 法官没有见到 你怎么知道企业家 就是郭台铭 柯P谈 所以柯建民跟我讲 法官问说讲什么 他说在选前 我透过柯建民要拜访郭台铭 好 这重点来了 因为选举 我想跟财团谈 不要说争取支持了 也可以化解疑虑 请柯建民带回引荐一下 柯建民说 好啊 后来不知隔了多久 有一天我遇到柯建民 就问他说 上次请你帮我问的事 柯建民说 人家是支持连 他出了三亿 现在不想换人 我说就算了 就这么讲 我觉得柯文就不讲 最后一个 他讲说你什么时候 法官问说 你什么时候 讲这件事情 他说选后第一天 我上周一寇的节目 在广告实验讲 这是柯P完整的证词 我们光是看到说 现在真的是真相纳白 都在说本话 我觉得 那是伪证罪 没关系 他问他的事情 如果讲出来 乱讲会伪证罪 心里放心你的话 真话 他没有让我们知道 没有在面对面讲出来 我分级别听听听看好不好 全部都在讲鬼话 不分鬼话 柯文哲 透过两个管道 柯文哲透过办公室 联络过 郭台铭 有吧 柯文哲透过 柯建民 想见郭台铭 有没有 有 见什么 只有三件事 一 拜托你支持我 或支持他 连设文或 可批 二 谈公共政策 三 谈钱 今天谈的全部都是钱 三亿男是不是钱 你柯文哲 上法庭讲的时候 讲连设文就谈钱 我去就是拜托不要支持对方 这不通 第一件 合不合理 非常合理逻辑 第二个 你去干嘛 是不是谈钱 第二个 柯建民 柯建民再忍下去 就跟林聪一一样 会中风 你知道吗 忍到现在还讲 柯建民 柯建民跟郭台铭 也没意思 我跟你讲 柯建民也不够朋友 他前面讲说 我的办公室的员工 都进驻到柯文哲办公室 帮他 有没有 在二阶段 他是反对 姚支持柯 我叫姚文志 好 你既然支持第三势力 然后表示你们是很麻吉 你们不麻吉的话 这个柯文哲 也不会叫柯建民去传话 对不对 如果没交集 这个逻辑很清楚的 可是呢 那你受人之错 忠人之誓 别人跟你讲了几个月 你都忍住都不讲 突然有一天场合 郭台铭就心血来潮 建民兄 你会去跟柯文哲讲 我已经捐钱 支持连胜文的 不是你 你不觉得 有事后巧好的感觉吗 这是柯建民的角色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在 今天柯建民的声明里面 讲说 当柯P跟他讲 请他去引荐 郭台铭的时候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去 没动作嘛 因为他觉得 人家就是长期支持 来一名 他不讲 但有一天 照他这里面讲 是他碰到郭台铭 郭台铭就突然 跟他讲说 人家的办公室 刚好碰到 叫柯建民回去转告 这逻辑 碰到别的 绿营的 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刚好碰到 表示郭台铭也知道 他两个不想拜托嘛 我继续讲 可是柯文哲 就是一直想要去 跟郭台铭 要化解疑虑 我把他讲完 我把他讲 没你我把他讲完 郭台铭也有问题啊 不管你捐 捐三百万 三千万 三亿 给连胜文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 跟2010年 那个世博馆 台湾馆有什么 世博台湾馆 有什么关系啊 难道 难道是 地方制度法修法的吗 让郝伯春 好龙兵可以选第三次吗 这个不通嘛 钱就谈钱 选举的时候 没有谈你钱 都谈政治现金嘛 大家都有一点知识 都选过的人嘛 第四个周玉寇 天下大乱 心情大好 反正乱嘛 就很开心嘛 上上节目嘛 最后我们要 最后郭台铭要讲 要讲什么 你到底捐钱 给哪一位候选人 捐多少钱 这个弄得清清楚 当然要讲清楚啊 来来来 刘伟 我想这样 这个也 就是说 碰到一个 很坦白说话的人 那叫柯文哲 12月1号 接受周玉寇访问 周玉寇也隐忍了很久 他也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 就有一天 就是1月14号上了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有胎 听了 但是那也不是 我看也没有影片 做证嘛 可能私底下谈的时候 所以 到后来也没有人 没有愿意要承认说 的确听到 柯文哲市长 的确听到 这个 这个 郭台铭 也没有愿意承认 如果有人愿意承认的话 那现在很多人 他当天没有讲 他只说企业家 企业家 他只说企业家 私底下也没有讲 听说是这样的 那不管 反正这个东西 已经可受公平了 又已经有 就像你刚刚讲 周一后过关了 周一后其实是有点 他对连家是很照顾的 就是说 只要跟连家有关系的消息 他绝对会讲 非常照顾了 我是担心有情绪的问题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 那非常照顾 那柯建民 我认为 从1月14号那天 有消息出来以后 他是试图 要做解决了 所以他的新闻稿 最后一段不是说 他是很想 说算了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 别的别的告 什么好告的 对不对 他顺便又把我们 大家打一顿 说你看口水 多过什么 柯建民心想 不要再扯 扯到后来 不要连柯建民 跟郭台铭都扯再扯进去了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 谁跟谁有交情 太容易了 我们讲讲318好不好 318 郭台铭 你大家记不记得 郭台铭不是要到 到立法院里面 去去确认那些学生吗 好事 真的好事 但学生不愿意接受 对啊 因为你又不是立法院院长 所以第二天 那是礼拜六 礼拜天 立法院院长进去以后 果然就同意了嘛 可是在之前 是随便商量的 柯建民 当然嘛 所以我说 不能再谈了 我这个也要被告了 对不对 但是我最后一句话 奉劝放下吧 您的三亿 跟我们的三万 不是一样大吗 因为人家讲三亿 你就不告他 他如果今天讲三十万 你会告他吗 算了啦 然后又加说 你在大陆里面 没有胆子 何必呢 对运城的官老爷 对不对 我补一句 真正的政治献金 拿到手上 是不会在台面上的 超过捐给个人 就一百万嘛 台北市长 不然就捐零啦 不然就捐一千万起跳啦 到一千万到一亿啦 他捐给谁 不管联或科 不管啦 都是现金啦 所以也死无对证啦 所以我只要一句话 其实小平议员 你讲了很多都是揣测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反正选举 就是讲那个 没有讲别的 今天柯P已经讲说 我是要谈这个财团 如果说柯P 才碰到其他企业家 他有在谈政策 而不是只是去 跟他伸手 所谓募款 我觉得其实这样 就可以对比嘛 如果只是他都没有 都没有见其他的企业家 没有办法过其他的企业家 那只是鸿海那个部分 就有可能传那部分 我要替柯P 讲一点话 也要替柯P讲一点话 这个事情 本来柯P 他听到是这样 柯P然后讲的是那样子 那部分就看法官 最后有没有在传 然后还原一个事情真相 这个事情有真的 有严重到说 郭台铭值得去告柯P 或是告周遇控吗 嘉宇你一直帮柯文哲 解释说 他找柯文哲 他不是谈钱 为什么不是谈钱 不是谈钱 你怎么知道 这是柯文哲 你怎么知道 对啊 那柯文哲的 就是他当时候找 郭台铭这个动作 会给人家很多联想吗 是是是是是是 就是说当时候的这个柯文哲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选战气势 并没有他后来的那么强嘛 就是你那时候去找这个 郭台铭你的用意何在 那还不到选战最后关头 他请见的那个时间 就在五六月 六七月的那个时候 并不是到选战最后关头 而且在台北市选举 并没有马英九当时候选举说 怕两岸的这个议题 会影响他的选情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柯文哲他接受专访 不是在选前 他在1月14号 已经在选后了 刚刚两位说 对联盛文选情会有影响 他跟他道歉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第三个 这个柯建民他所提到的三亿元 是捐给2010年年的四伯台北馆 时间太远了 这会扯 而且这种说法 完全不相信 因为市情闹大了 随便找一笔钱 对 来钱充塞进去 找个理由 对 找一个理由 那你得扯近一点吧 你扯这么远 那维京之际就是说 柯文哲也是听来的 可能这个听甚至有跳街 甚至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只有一通电话的这个时间 或者当面的那几句 他应该再问说 你讲什么 你讲的这个三亿元是捐 捐给谁 他应该问清楚 可能也是哈哈哈哈 就是当面的时候 没有搞清楚 没搞清楚嘴快 那时候第一集时间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 柯平你嘴巴太快了 你的证据哪里来 所以就一个累一个 就是 我终于靠 我说是柯文哲讲的 柯文哲说是老柯讲的 老柯只有挡住了 按照刚刚刘委员 他所研判的 如果是这个柯建民 我已经自据他站哪一边 他绝对站柯 就叫郭台铭这边 因为他们两个 在学运那个期间 因为卢嘉诚父亲的 一个丧礼 那边认识的 先前没有跟郭台铭 有相当的一个渊源 但是呢 郭台铭 某种程度 老柯他那种做人啊 做人绝对是站在 这个郭董这边的 我是这样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感觉上是用另外一笔钱 另外一个三亿元来讲 那我必须要讲 如果按照一般的 政治现金捐台北市 三亿的确太多了 但是如果按照 他跟廉家的这个关系 三亿不是不可能 我是这样研判 就是说不是不可能 那必须有这个 更有力的这个证据 证明说 这个 郭台铭到底捐了 这个连胜文多少钱 不可能一毛钱没有 现在目前看到他申报 好像说 对于郭台铭的捐献 连胜文也不应该 必须要该讲啊 OK 那这个就看人家申报 因为他就跟你讲 我就是没有的话 因为他们的申报 现在大家还没看到 不太可能 OK 好 可是这一段 现在为什么柯建民 你要不要想一件事 为什么柯建民 今天要出来开记者会 很简单啊 柯建民接下来 在法律上 柯建民接下来 被传要去当证人 那你想想看 你告诉我 柯P今天在媒体上说的 今天在法院哦 各位 这是拒绝过的哦 不管你是立法委员 你是台北市长 你是任何人 这我就要很骄傲的说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每个人去那 都会跟你说 你念一下证人拒绝文 好不好 你不能有 真三引力 或者什么什么 好就有签字 所有过程 如果讲的话 是虚伪不实的 真三引力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你照实讲 恭喜你 你还可以领证人履费 好不好 虽然不多 OK 好 柯P今天在证词上面 已经讲了 这一段啊 他讲说 OK就是他 选前他透过柯建民 要拜访郭台铭 因为选举 我想跟财团谈 不要说争取支持啊 也可以化解疑虑 请柯建民 带为引荐一下 柯建民就说 后啊 后来不知道隔了多久 有一天他遇到柯建民哦 就问他说 上次请你帮我 退完没问题 柯建民就说 他出了三亿 现在不想换人 我说就算了 就这么简单 柯P的证实很简单 就这样哦 那你告诉我 如果 如果要是柯建民 去作证 因为两个礼拜以后 大概就要去作证 如果他去做 他说 我那天碰到他的时候 我跟他说 人家已经出给台北市政府 三亿四博的钱 然后呢 那人家不会再支持你 就算了 你觉得这两个证词 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怎么办 那有没有哪一个 有没有哪一个 要移送地检 然后去问说 到底谁讲的是真的 或是法院 最后只能用一个 人的记忆有所疏忽 所以呢 在过程当中 那这个是唯一要 转还的方式 要不然的话 你告诉我 这两个证词 是一样的吗 显然不一样吧 那不一样的话 真的要两个 还是两个都移送地检 然后去问说 到底查一下怎么办 就大家会面临很尴尬 所以到最后呢 可能是不是 大家又要有一些操作事 那很简单嘛 过台密你撤吧 你就撤了以后 大家都不用尴尬了 好不好 大家就放下吧 现在不是Coco在为难 现在是变得 搞得大家很为难 嘉宇也是台大法律毕业的嘛 你告诉我 如果要是柯建民 照他今天 因为他今天已经订票了 他今天记者会已经这样讲 他去开庭 不可能不这样讲嘛 对 你告诉我怎么办 重点是 柯建民当时 有没有告诉柯文哲说 这三亿元 是上海世博的三亿元 可能是柯建民放在心里面 想说 这三亿元是上海世博三亿元 但是他没有讲出来 重点是三亿元是哪来的 这个数字很明确 柯建民 柯文哲都承认有三亿元 所以柯建民 他有告诉他 人家已经捐了三亿元 现在就说柯建民 怎么会日里万机的一个总招 他会去记得2010年 郭台铭曾经捐给台北市政府 三亿元这件事情 然后跟柯文哲讲吗 有可能吗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说四年前的事 你四年后有个人要选市长 然后跟你讲 你就忽然想起来 所以你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柯建民今天的记者会所讲的内段 你不认为是事实 我认为说 我认为说这三亿元 当时讲了到底柯建民 心里想的是什么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这两个认知的差异 是有差异的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讲 就是说柯文哲去找 郭台铭这件事情 因为郭台铭 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倾向 你民进党的人 可能会去找 郭台铭募款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算募款了 郭台铭一定也会讲出来 你如果给他拿了 两百万三千万 郭台铭有一天就开始说 你拿我三千万 所以柯文哲是民进党的吗 所以柯文哲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柯文哲是有胜选机会 因为柯文哲 压两边保也OK啊 也合理啊 压两边保啊 因为柯文哲跟 不是 柯台铭跟廉家的关系 所以很明显 柯台铭无论如何 绝对是站在廉家这边 你就柯文哲说什么都不可能 去找柯台铭就要募款 柯文哲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他今天去找柯台铭 绝对只是希望说 柯台铭不要对 对小明 所以刚才其实 嘉宇从头到尾就不认同你说什么 就是为了去担监 因为柯文哲是有胜选机会的 他知道他会严肃 但是他很快 可是我去讲 他有些地方 我跟他的认知是不同的 我没有说他错 我也不见得对 大家可以公开讨论嘛 为什么碰到他你就这样 就不一样 你不是说别人都鬼扯 郭台铭是不是在一个饭局里面 碰到柯总招 有 然后柯总招忍了跟林聪一样 快中风 一直天人交战 因为柯平一直叫我 你不要叫什么形容词 一直叫我郭总招去见郭台铭 柯总招 柯总招去见郭台铭 然后来寻求帮忙的是 我认为可能是捐钱 嘉宇认为是讨论选票 支持 拜托至少不要支持连正文嘛 至少不要公开的反对 好 然后呢 你认为合不合常理嘛 而且我刚才讲过 谈钱就谈钱 谈政策就谈政策 谈支持就谈支持 这个不要混为一谈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后面怎么兜出来的柯总招 很危险我认为 我不晓得他去拒绝 讲这句话有没有风险 就是像小五跟你讲 我是 我是总招 柯总招去那边 就念一遍 要你拒绝证人 然后他说 他转达的是什么 他转达的是 柯总招嘴巴讲出来 是我 我郭台铭 转述郭台铭说 我已经支持了 国民党支持了 连赞连胜文 那跟了四亿的 三亿的捐给台湾馆 有什么关系 而且选举那时候是 2013年的七八月间 对不对 对吧 大概投票前几个月 2014 7八月 然后跟 2010差四年 而且捐钱给台湾馆 跟选举 跟好公平的选举 跟连赞运的选举 跟连赞的交情 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不合理的事情 我非常简单的说 其实我刚刚 这个主持人 薛律师你刚刚提到 那个柯文哲的政治 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法官 就是先 这个柯台铭的律师 问柯P 说你要柯建民 跟郭台铭不熟 有没有可能 他话来搪塞你 说什么要帮你安排 类似这样子 那个这个 这个柯文哲 就是说 法官就马上打断的话 就是你要证人来猜测 因为你要柯P 来判断说 郭台铭跟柯建民 熟不熟 你是要证人猜测 这东西跟戴政 事项无关 就马上把它打掉 然后柯P就回答 就说 这个没有 老柯说人家 出三亿给对方 我想就算了 所以 这个我刚刚讲 所以柯文哲坚持 就是这个样 人家说 柯P 人家说 郭台铭捐三亿给对方 这个对方是谁 就说 柯P认为的对方 就是连阵营 但是你要柯总召讲说 这个部分是因为 有他自己先想 把他打掉 他自己先想说 这个所谓的过去 2010年的事情 所以才跟他讲说 你要捐钱给对方阵营 所以我讲 柯建民 这样两个礼拜后 如果再去法院上 我觉得其实 他也会针对 他自己所讲的这个部分 把它尝试清楚 看他怎么 就把外国相议哪一个 不合理他把 原回来是柯建民的本领 OK 这是你的猜证 我心里猜证 柯建民对过台铭 可能是不乐之捐 现在变成 他可能觉得说 不是捐给台北市政府的 上海市国 而是这三议员 他认为是捐给 郝龙斌或连胜文 或是国民党阵营 因为这牵涉到一件事情 我必须讲 因为柯P一直来 刚才陈委员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一个讲说 因为柯P 说实话 从1129 这包括我们等一下 要讨论金谷冲讲说 1129 柯文哲一个 所谓的白目的力量 然后撼动了国民党 长期来 那叫什么 虚角文化 OK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会相信柯P 讲的是真的 他又到法院去作证了 可是今天柯建民 他自己出来看 那记者会 忍忍不忍 我忍了这么久 我中文记忆 今天出来讲 讲了以后 大家突然想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到底是 柯P在过程当中 是没有像大家 所想象这么直白 然后这么老实 透明的讲了实话 还是柯建民 为了让自己 不要难下台 那好歹 我就讲的是这个样子 周伟 这件事情牵涉到 还要检视的是 政治人物 常起来就是要接受 像这样一些检视 这种检视 如果是真实的 那我觉得 就应该放大件检视 但是如果没有的 那你也应该 要还给事实真相 所以刚刚 不管嘉宇怎么讲 这个白子黑字 柯建民 自己写的 还忍了那么久 下笔一定很谨慎 我向柯P说 郭台铭甚至曾经捐出 三亿给台北市政府 郝龙斌市长 设立上海市博台北馆 劝他还是打消这个念头 白子黑字 这个比口头奖 更加谨慎的小心 但他也是很圆融的人 所以他也说柯P 比较跳跃 将不相干的事 都在一起 也是所在多有 所以请大家 也不必过度追究 大家就放下 本来就无遗物 本来就没这个事 所以大家就不要惹尘埃了 最后倒霉还是 那个严慎文 不是 你说今天这个事情 郭台铭也怀了清白了 可别说我也讲了真相 选后来 不是 我就是说这个事情 累积起来的 这是整个累积 你说长期来都有这样 对 这种权贵 这种累积起来 非常简单的整理 非常简单的整理 今天郭台铭告扣扣姐 扣扣姐说 我是有所本 今天的确是有所本 因为我是柯P告诉我 好 柯P姐解套 现在变成说 法官会问 如果这个郭台铭的律师 继续追究 请问柯P你跟扣扣姐 讲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所本 柯P讲说 有啊 这个柯建民跟我讲了 现在变成柯建民讲说 我跟他讲的是 2010年来的 这个郝龙斌的事情 你理解成 你理解成说是 对手阵营 或是对方 是连胜文的事情 这部分如何做一个连结 要不然他们讲的话 我必须要再讲 如果可以连结解释过去 就过了嘛 必须要再讲 因为我觉得柯P 被大家支持的原因 是因为他诚实 透明 但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两个疑点 一个就讲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柯建民白子黑字讲 这个钱就是捐给世博冠 但是柯P说 他没有讲 是说三亿捐给对方 第一个我的疑点 第二个 如果不是今天柯P 在这个白子黑字里面 提到的话 我想柯P并没有讲 在没有拜托柯建民之时 柯P是自己主动 已经联系过郭台铭 只是因为对方没有回应 但是柯P 他并没有主动去提这一段 他只提他拜托柯建民 去想见郭台铭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柯P你一定要说清楚 你主动去见郭台铭的时候 你是为了什么 跟后面拜托柯建民 那是两回子事情 好了 因为今天法官跟律师 没有结婚到这一段 如果说当然我觉得舆论 柯P你要清楚讲 因为你除了拜托柯建民 这个路线之外 你自己还竞选总部 还尝试着自己主动 跟鸿海跟郭台铭联络 这个部分你要清楚 那我可不可以再问 今天在法庭上的东西 没有看到这种 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些 我选民进党的一个 选举以来过来的质疑 就说好 那你没有跟这一个 跟郭台铭募三亿 那是两亿吗 还是一亿 还是五千万 你讲嘛 那我现在就同样问柯建民 问柯文哲 柯P 好 那你除了主动 跟郭台铭联系之外 你还跟哪些上市上规公司 你有主动联系过 你跟哪些财团 你曾经在选前联系过 然后有哪些你见过 我觉得我们讲那个姚树理论 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国民党员 我觉得很委屈 每次讲一句话 缺十亿 没有十亿 那也有五亿 如果不是募款 有那么急吗 一方面又要 柯总招去传话 约犯局 一方面我办公室又忍不住 又打电话给郭台铭办公室 为什么 我可不可以通话 问说 那可不可以我请教一下 这个柯P 那您自己联系过的财团 上市上市公司有哪些 你会告诉我们 你通过柯建民 去联络过的上市上市公司 去确认过的 有哪些 那有募道款的有哪些 若这样问 这个台湾就没有真相 我再补一句 双科我们要相信谁 上电视科问的说 他那个郭台铭给 某一个企业家 后来正在是郭台铭 给对手 连胜文三亿 有吧 我中华评没乱讲 电视上播出来了 然后柯总招说 那个三亿是给 郝龙斌时代 2010赤博的台湾馆 高嘉宇又找出资料 没捐那个钱 到底怎样吗 两个科 我要相信谁 这件事情 像柯建民总之后讲的 好 要大家放下 但是大家真的能放下吗 那就要看看 到最后二十几号的时候 柯建民会不会 还是要去出庭 因为如果还要出庭的话 表示这个案子没有撤告 没有撤告的话 那这个案子出庭 大家都在等着看 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如果真的讲 因为这件事情 延烧出来 是因为当初在谈 有没有三亿难 有没有政治献金的一些问题 如果真的讲到这个的话 今天前官员会民主长 金普冲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 跟政治献金有关的事 他觉得马总统被民主刻意 人格谋杀 OK 当然也讲到了 国民党的选举说 当初 柯批的一个白木的力量 撼动了长期以来 国民党 那叫虚角文化 OK 这个词 念清楚 虚角文化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 这种种的一切 是在还 马总统的一个清白吗 来 怀轩 好 将来刚才金普 曾在接受了电台的专访 一一回答许多重要的问题 带你来看的是 有关这11月29号 国民党为什么会大办的金普松 就说 社会氛围改变 为什么柯文哲市长 这种媒体称他白木的现象 获得这么多支持 这是长期 国民党的虚角文化 造成钟摆效应 那么有关这名嘴呢 今天有了马总统 政治献金的案子 他怎么看呢 他说相信马总统 经历起考验 马总统是遭刻意的人格谋杀 他说外界说呢 马总统很无能很差 他有这么差吗 东岛自在人心 那么主持人就问说 你有没有询问过 马总统政治献金一事呢 他则是回应说 一方面是因为身为 马总统部署不疑问 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对马总统有信心 因此呢 也不会直接问 那么不担心外界 对马总统种种疑虑吗 他则说 你要我相信名嘴 还是总统呢 那么对这2016共党 还有机会吗 他则是回应说 台湾政治每六个月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氛围 现在离2016 还有一段时间 情势困难 但不应悲观 刘伟员 你要相信名嘴还是总统 我当然相信名嘴了 我说实话 这里面说的每一段 都是可以评论的 只有一件事情 是只有一个道理 一个事实 跟在马英九身边 最多的人谁 就秦府冲 他自己也说过 铁三角 加上一个看不定政 但我请问 马英九在选举的时候 文宣 甚至于说台东的文宣 高雄的文宣 秦府冲都有插手过 我请问 我这都可以接受 赶快来告 你跟马英九的关系 所有政治现金的事情 我不敢说后来 2012你了解了 之前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请问过 马英九总统说 包括马总统 你选党主席 怎么那么有钱 我帮你做了这么多广告 这么多的拖波的广告 钱从哪边来 你财产没减少 你的钱从哪边来 你选总统 你选台北市市长 包括马市长 你的钱从哪边来 你都没有送人家 政治现金 你怎么那么有钱 你家里后面的印钞票吗 天气还好 为什么 印完要晒干 不来不能用 你没有问过马总统 包括马总统 2008年 我们七个人 就把你选择总统了 你这么多的广告 这么多的 我准备好了 这都要钱 你都没有花到钱 包括马总统 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花钱 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金府冲 结果这一段里面说死话 我刚才引述了 发言的角色都是金府冲 不是刘文雄 请来告 我觉得 你讲的一方面是 这句话最不实在 身为部署不疑问 一方面对马总统有信心 也不会直接问 所以他对于这些事情 他觉得没有这样的回笑 谢律师 他是部署吗 而且也是好朋友 他不是这样吗 他连公文 我跟你讲 一个是公文上显示出来的 那是哪一天 9月2号 马英九批完了 9月4号 还要金赴月 然后另外有个一级主管 名字姑且不论 反而被他修理过了 也离开 后来就永不录用的一位 他每次开会开完了 恭请市长才会决 市长一看 很好 我们请金老师看完再说 到底谁是老板 随时不属 请来告 我觉得马英九被判了蒋经国 我们国民党 你们两个人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贡献最大 一是一百二十几年前 我们的总理国父孙中山 创立这个党 然后三民主义 第二个是蒋经国的路线 让台湾富强富有 马英九走什么路线吗 你们思考一下 从李登辉也当过 也是我们的主席 马英九也是我们的主席 也都当了总统 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升级版 叫新自由主义 政府变很小 财团变很大 让土地财团有钱的富可敌国 而中产阶级平无立罪之地 金浮冲此言差矣 为什么 不是谈金浮冲 谈的说你相信名嘴 还是相信马总统 而名嘴一点都不重要 而是那么多的案子 你还相不相信马英九 这个是合理吧 一 交酒 一年给他赚16亿 可以让他赚66年 你信还不信马英九 你手上批的 你卖断使用权 你怎么可以马市长干这个活 第一件事 第二 国发院是机关用地 甚至可以盖医院 只差不能盖住山的住宅了 那么大一块地 值100亿 为什么40亿要卖掉 你相不相信马主席 第三 美和市 他在他手上签了一个 18比82的那样的比例 而5050每任的 我们应该得60%的土地板 然后 那 林荣贤赚了200亿 你相不相信马市长 第三 大巨蛋 给人家那么多的商业用地 而那颗蛋只占了38% 你相不相信马英九 再来 以前2006年选总统 选那个主席的时候 我支持他 他得了72% 全国的台面上 立委 黄复欣的将军 全部的人 都支持王金平 大胜 那个时候做民调 你们忘记一个新闻 那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 马英九选 2006选完主席 做2008的 总统选举 那时候还没有蔡英文 是苏贞昌最强 苏贞昌我讲 得10 支持马英九 不是马英九 72% 那时候做总统 马英九72% 苏贞昌10% 他到达顶峰 为什么你选主席的时候 没有人质疑你 你当市长的时候 没有人质疑你 后来BOT案 出了总统的资料出来 而现在 不要谈谋杀 你守的就是资本主义 你就是跟财团拥抱 连我们当党员 我们也不原谅他 OK 不过光伟委员 光是看到 当中就有关什么 政政先进案 这个部分 金普通直接就说 马纵是遭人刻意 人格谋杀 他是用这样 中了一段话来讲 那谁来杀他呢 我觉得其实 杀人凶手还真多了 就是杀人格的凶手 你都是共犯 但是我觉得其实金普通 他刚刚讲说 他基于是部署 也不方便质疑 一方面对他有信心 他是他的好朋友 刚有一位委员说 很多公文 马看完以后 甚至马都不敢定图 还是请金老师再看一看 请金副市长再看一看 所以坦白讲 金跟马的关系那么密切 那所以说怎么可能 他没有去质疑 比如说他质疑了 他2012年 或是2018年 花了那么多管号费用 这个就报出来的钱是这么少 那金普通的标准 难道不应该更高的道德标准吗 其实国民党内的虚假文化 我还是必须提到 这个朱立伦 讲的这个所谓党产事件 中间讲了 包括2000年讲了 2014年讲了 这么多次讲了 前后有没有对 包括2014 他接党主席之后 所说原先讲说 这个我们原先 这个党产不公就要归公 就要归还 后来又讲说 这个党产事件议题是假议题 连在野党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说都出来 这样算不算是国民党的虚假文化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金普通 当然我们尊重 他对于所谓的名嘴 或社会大众用高道德标准 来检视政治人物 这个他的批评 他这样批评 我觉得其实也让他去批评 可是本来包括他 包括马总统 金普通他作为前国安会秘书长 他出国难道不是重要的事情吗 还要申报经过核准 因为他是高阶的情治首长 所以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出去那么多天 你怎么会去那里 小孩子先回来 尤其行程没有完全公开的情况 大家会质疑他 他把这种质疑都认为说 什么是对他的那样子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 最后所谓对马总统所讲的 所谓人格谋擦 他说从马总统从美和市一路下来 就有那么多那个合约出现 那么问题 其实怎么金普通都看不见 他还会讲说 是别人在谋杀马总统 我觉得深深刻刻的记住一句话 马总统在后来不是朱立伦 这个找马总统吗 然后很多国民党的委员 在质疑这个事情 讲一句话说 马总统你的大是大非 我们一点都不在乎 难道这也是对马总统的人格谋杀吗 我回去就好 国民党的力量在集结了 事情在恢复 可是国民党的党员 接下来会哭泣 马英九我不谈了 他已经过去了 我们重点是朱立伦 最大人格谋杀在这里 朱立伦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我在你节目讲过三次 他是保育累 可是他的表现我们失望 党产不归零 总统胜选零 第一件事 第二 你切断了跟黑金 土地财团的期待了吗 然后你是不是拥抱 中小企业 让年轻人加薪 完成柱子有其屋 你在新北市那么多的地 几十块学校预定地 搞个几块出来 盖几块户房子吗 你不干 你不会选不上总统的 你真心盖房子 然后农金银行通过 一个月之内通过 让年轻人加点薪水 鞠躬道歉 16年没有加薪 我们国民党很抱歉 然后房子真的盖几块户 让年轻人有房子 这个加了国民党才会赢 不这样干 没有任何机会选 我知道小平刚刚讲完以后 陈学生委员心中就有一段 朱立伦招刻意人格谋杀 谁 钟小平 陈学生委员可以说 我讲任何一个字是错的吗 可以吗 不止你 任何一个国民党的 从政党员 长官 我中小平有任何一个字 是讲错的吗 是对的 当然是对的 我讲的 我讲的当然是对的 你要回吗 尤其是 像这个节骨眼 为什么会出现 像这样的一些 刚才大家所质疑的 所有的问题 如果赵金银 金铺称号回话 很简单 相信 马中小金的起考验 试招刻意人格谋杀 你们大家说他很无能很差 他有这么差吗 公道自在人心 你们说都是因为这些 包括小平刚讲 因为这个样搞得国民党会败 会什么 没有啊 这是长期国民党的虚假文化 钟摆效应 刚好又碰到柯P的白目现象 获得支持 才会这样 所以你不能全部都把它 算到马中小 陈学同意吗 我只能讲说 冰冻三次非一日之汗 我很少口气 但是碰到这个事情 还真的说不错 停拳 停拳 但乐见金铺冲愿意跳出来 为什么 然后更希望看到 更多的金铺冲们出来 因为马中的声望 是在2012 他连任成功 下一任还没有就任之前 因为邮电双掌 一路下去 在过去的三年多来 我们身为立法委员的国民党 很辛苦 不管是邮电双掌 美牛案正所 所以何事 一路过来到去年的福茂 太阳花薛影 这个问题 不见得只有在外界 包括内部 大家都觉得 马总统跟我们之间的沟通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我们听到的声音 跟马英九总统所做的决策 是背道而驰 甚至马总统已经有一年 没有跟我们立委沟通过 结果这两天 开始要跟我们见面吃饭了 过去这一年 马总统你在想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过去这一年多来 有那么多人 在讲马总统的时候 我也曾经跟 当面跟总统讲过 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不对 或有中间有 不是那么完整的 那党有发言人 政府也有发言人 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电视 你觉得名嘴不对 你为什么派人出来 跟他们对变 你就讲你的真相 结果时间三年都过去了 所以我说虽然已经为时有一点晚 但我乐见金普冲带头反攻 最起码他这个起手势 如果只有一招 那这一招改变不了 马英九总统历史定位 但如果从今天这一招开始 他有很多的金普冲们 开始出来还原事实真相 就像还原这个三亿男真相 马英九的历史定位 可能有改变 有可能 但问题如果今天 只有这一次就结束 对不起 冰冻三死非一日之寒 你今天的说辞 很难度悠悠之口 因为太多的问题 已经累积在那里了 所以我是希望 金普冲既然愿意上一次节目 你也最了解马总统 你就多上几次 那有多几个了解马总统的 都出来讲 我觉得马总统没那么差 但是了解马总统的人太少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人出来去对变 这样对事实真相有帮助 好不光信姐 我们光是听到金普冲的电台专访 会觉得说好像马总统很委屈啊 其实金普冲们或许在 陈学胜委员口中是一个宝 可是他们通通都是马英九们 马英九们对于他们自己 譬如说政治现金这个部分 他也是参与者 他如何能够说得清楚 我为什么一直质疑马英九他的政治现金 不外乎就是过去的采访经验告诉我们的 刘太英因为被苏惠珍穷追猛打 有10亿元 要他只还3亿 他不愿意还 苏惠珍就暗龄控告他 以至于他的经脉 整个像炸弹开花炸开来 第一笔查到的是 他利用一个企业家作为人头 会到菲律宾去给 埃斯特拉达他们选举 开爆发敌队阵营 因为这样慢慢查 查到后来 刘太英到法庭上去 讲到一个民生建设基金 刘远常听我讲 民生建设基金是 国民党 以说我们要救济穷人 成立了一个基金 但是呢 这全部都是帮 像丰安 就是吴德美那些 这个东龙武金 那些财团纾困 回到这个基金会 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回馈金 后来呢 处理一些台面下的勾档 或者是拿来选举 以连在那次选举 国民党站上边列的 就有70亿 70亿 这刘太英在法庭上讲 另外从民生建设基金 拿出来两笔 总共12亿 加加是82亿了 这就是为什么李登辉 他在过去接受法院提到 连在选一次举 81到100亿 是因为 我刚刚没有讲政治现金 这四个字 这都不包含政治现金在内 选一次总统大选 80亿起跳 任黄论你政治现金随便你报 那不是重点 那所以 当时候连在选情 选到最后阶段 他那选情第一名 再跟刘太英讲 说我要这个三亿 结果李登辉怎么讲 李登辉说 我看他选不上 要三亿给六亿 这就刘太英他的整个故事 同样的 马英九你选一次总统大选 第一次是六亿多吗 第二次 2012是四亿多吗 我这边讲 金浦松今天讲到一个重点 很多前是到了国民党财委会 很多到国民党去啦 你不要说国民党到国民党这边 你们就完全就说不归我管 他们只讲政治现正部分 那我试问 马总统08年选举 台中的建商赖正义 他捐了一亿到吴伯雄那边 这个钱是用在谁的身上 如果是用在你马英九身上 国民党所有的 包括你05年做党主席 08年09年是吴伯雄 吴伯公是09年下来的 后来你又接续做党主席 金浦松就接上去 巴黎达五度的选政 他做一个党秘书长 没有管党产吗 所以每次谈到这个政治现金 马英九就觉得 我人格不容怀疑 包括金浦松讲这段话 你们把账摊开来吗 你不要说犯犯而论说 这都是人格谋杀 的确到目前为止 看到比较具体事正的 就是刘文雄委员 段云昂委员跟陈敏峰 他们共同 殊途同归报的同一个两亿元 科技界的薛明志等人 你看过这些当事人 他有出来否认吗 薛明志跟吴清源等人 他们有出来否认吗 跟他们的这个 可能是消息来源的那位女性 有出来否认吗 没有 刘文雄委员每次讲 我讲到这边他就 咳嗽 因为他大部分他要讲的 就是在特征图讲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比较具体 比较明确的 其他的你说要真的要 要很具体的这些事正 的确是没有 那所以 你是局中人 你不能说 出来说我们进行人格谋杀 哪一个人格谋杀 我也可以告你 我也可以学你 动不动就告 金大秘书长 您的确是因为 因为我得知一个内幕 您的确是因为心脏概化的问题 那因为这次动手术 你动两次手术 因为这次您心脏出现问题 你才知道您的有一个哥哥 49岁就过世了 一样的问题 才知道家族有这样的一个病史 我们也你看他回来 有的人讲说 哇气色不错 我认为气弱油丝 跟以前我们看到铁人三项 那个金木冲差别很大 刚刚的声音也不对 不对啦 刚刚声音就是生病的声音 金木冲 你刚才听 我们也没有 你做产测说是什么闹跑 或是如何 但是你为什么陈品峰爆料 你要去美国 或许去美国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要出来否认 被这个一般的出国的民众 旅客拍到您在通关 就是拿行李呢 这会给大家很大的怀疑 包括八箱行李 要去日本度个假 这八箱行李也太多了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 就等于影射说 你拿八箱行李 是像宋美龄当初 被我们执行 99箱行李里面装神 没有人要这样做 而是说 现在如果一面倒说 我们对马英九 进行人格谋杀 有感觉就是 帮派理论 是你们的 是你的哥们 是你的核心的 你们是一国的 包括唐湘龙 你只要唐湘龙接受 反而不就是取暖 为什么不到这个节目中来 你跑去取暖 说我们进行人格谋杀 那我们会跳出来跟你干 朱立伦 不可以布 马总统 选总统的后尘 我是政治系的 我们政治光谱出来 这边最左 就是像那种绿党 党补金团那样的人 极端的环境主义者 最后一边 在美国叫 华尔街的勾结 包围华尔街 这边叫 包围地保土地财团 那你就拥抱这个10% 那90%全部让给蔡英文 你怎么选 今天你为什么会赢 很清楚 朱立伦要宣誓 我不拿财团 任何一毛钱 不管电子厂 从今天开始 以前不管了 特别不可以拿土地财团 我讲完 然后可是你的票 中小企业的员工的票 财团的票 我都要 特别你要关心 你要回到蒋经国的路线 中小企业获利 中产阶级加薪 你才会赢 我今天讲的任何一句话不对 请你开除我的党籍 如果你认为我的队 你就把我召见我 听听看我们讲什么 这样才会赢 财团的票不够你赢 这就很简单 这是路线问题 OK 嘉宇你能不能觉得 刚才过程当中 光琴特别提到一个 如果今天讲说 不管用人格谋杀这种字眼 用很多这一类字眼 可是是不是更确定的是 干脆大家就 要不就把所有的资料 拿出来 对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其实形容词 大家都会用 OK 那当然我觉得 当然金普通常也觉得 马中很委屈 被你们大家讲成这样 马中也没有办法 到每个节目来 跟你们大家这样对变对干 没有办法 可是问题是 如果只是这些形容词的话 那某种程度 让大家会觉得说 对 形容词大家都会喊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看到 一些东西 我们在节目上讨论 都是有凭有据 拿出公文 直接出来打脸马英九 可是到现在金普通 他只是一个人格谋杀 就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带过 所谓虚假文化 最虚假的人是谁 就是金普通 跟马英九生变这群人 现在全台湾 百分之九十一的人 都不满意马英九 都认为说国民党会败选 是因为国民党的 马英九执政无能 只有百分之九的人 就像金普通一样 他认为说败选 是因为国民党的虚假文化 到现在败选 他还是检讨的是国民党 不是检讨马英九 他还是把责任都推给 是国民党你们自己的问题 是因为你们太虚假 可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想问一下 如果讲国民党 长期来的虚假文化 对 因为马英九当国民党主席 现在很久 金普通也当过 国民党的秘书长 这时候你出来讲说 国民党长期来虚假文化 造成那什么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感觉像 谁造成的 马英九不仅当过党主席 金普通他担任过副市长 国民党的秘书长 对不对 驻美代表 国安会的秘书长 全部都是位居要职 当初马英九不就说 是要改革国民党吗 就到现在败选 还推说都是你们国民党的虚假文化 害我马英九 现在弱得一声骂名 这个到现在还在检讨别人 所以我想告诉陈委员 告诉中议员 到现在国民党 必须要跟马英九 金普通这群人切割 唯有开除他们的党籍 国民党才有可能再程序下去 苏立如要给他切割 才有得选总统 对啊 因为这两个人到现在 不一定要开除 对 要划清界线 我租跟马斯没有关系的 才可以选总统 可是问题真的是出在国民党身上吗 当然国民党也要讲清楚 在2012年刚刚光琴也讲了 马英九跟金普 马英九跟金普 马英九那时候参选的时候 政治现金是报4.6亿 那时候蔡英文报的是7.5亿 不管是支出或是收入 马英九所报的都只有4.多亿 这个是事实吗 人格抹杀 但现在我们质疑的这些部分 其实国民党都没有说清楚 马英九都应该要说清楚 我感慨 我看到学生这样感慨 其实我也蛮感慨的 前面一个老科我也很感慨 你发那个新闻稿干什么 本来就 你叫原人就好 不是你听我讲 他说那个六祖慧能 你就不要讲了嘛 就不要讲那些话 不是没事的吗 你个新闻稿不要出来 谁知道你在讲什么 就不要提了 私底下赶快找这个郭台铭 一样嘛 你今天接受这个访问 我请问金武冲先生 金武冲秘书长 金武冲 这个驻北代表 你想要展现什么 你凭什么 你这一辈子除了因为马英九 你凭什么 你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干 真的吗 你比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你比我们的那个修为都差很多 可是你什么都可以干 你现在还是上这个电台 你这个电台出来伤多少 伤更重 我简单说 周英文 真的我其实非常诚恳的建议朱立伦主席 真的应该接见你 那接见你完之后 你一定要跟他建议 就是说问他几个问题 那为什么叫做讯行变更 那你为什么这个朱主席对党产的讲法 我同意朱主席一定要跟马总统切割 这同意的 国民党事实上也要跟马总统做一定程度 切割不见得是要把它开除掉 但是过去的归过去 现在的归 现在的归 未来的归未来 可是重点是朱主席过去所讲的一些话 包括对党产的事情 包括对很多的事情 甚至对于现在跟习近平 可能要租席会的这个事情 他也应该跟大家说清楚 那至于金普通说马总统 他说他讲一句话说 马总统经得起考验 对不起 我们现在正在考验他 很多是大家提出的疑问 不管是美和事 或是过去的所谓的签名章 跟签名这些东西的疑问 马总统应该针对这个疑问来讲 他向还是面对了考验 他没有面对这个考验 只是讲说谁经得起 有什么用呢 这整个过程 我想请问如果讲虚角文化 刚刚大家讲 因为马总统当党主席 当了很久 那金 要算他一份 他也当过国民党 所以单纯讲一个虚角文化 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 国民党的虚角文化 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虚角文化 什么是国民党的虚角文化 我们不清楚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那个当面拥抱背后捅到 虚角文化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样讲起来不会觉得说 好像国民党人 都是这个样的感觉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也很伤啊 刚刚讲也是 因为你也这样讲 好像国民党 绝大多数台面上 都是虚角文化 我敢肯定的讲 因为文化的形成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太少太少了真的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当然很不幸的发生了 终结像这样一个 公安的一些意外 大家就在问说 那到底有没有官要出来 告诉大家说 这件事情谁该负责 这么重的一个钢梁 会这样直接大 而且只能说万幸的是 当时还好有个红灯 挡住了一波车潮 要不然的话 在那个节骨眼上 发生这样的事 后果不堪设想 然后这时候出来 你听到有人就跟你讲 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应该是谁要负责 谁要负责 对老百姓来讲 我管你是谁要负责 总有人要跳出来告诉我 对 我该扛就我扛 而这整件事情 民众看到的是什么呢 来快选 好 我们来看这终结意外发生之后 到底谁要来负责 每个人表态不太一样 先来看的是柯P的部分 在这个当时4月10号 下午的4点59分 就发生了公安意外 到了当天的晚上9点钟 柯P就说 北京市代办单位 无论如何 太北市政府会负起责任 要求在隔天的上午9点钟 提出报告 好 隔天早上的时候 他就说 副市长认为不完整 退回报告 他说下午的时候呢 报告出炉 柯文哲认为说 不够精准 有二度退回 而他在第一时间 就表态负责 这个林家龙的部分 我们看在1月12号的时候 这个台中市政会议上面 林家龙才是说 捷运绿线 进度提早两年 于2018年11月完成施工 结果就在这个 14月10号的时候呢 发生这个意外 他在4月11号的早上 他则说这段话 他说没有要求去赶工啊 将要求北捷讲清楚 还说捷运是交通部主办 北捷工程局设计施工监造 台中市政府只负责 土地取得 以及后续营运管理 他还说这围离拆除的 都是已经完成的工程 出事地方呢 还没有进行土木工程 他说这是两件事 没关系 而被外界说 这一切难道都跟市府 没有关系吗 好 那到4月11号下午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这交通维持计划的 监察工作 未能及早发现 是监察频率不足 是不是就从此来坦诚疏 到4月12号的时候 就来看他说 用行动去面对 所有问题与责难 意外发生后呢 民众需要的是 解决问题的市长 市府在主动监察 重大工程部分 的确需要检讨 就是好市长的说 他说如果真的是因为 市府要求赶工 导致工程便宜行事 而酿成意外 那么下令工程赶工的首长 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 这些毛困的部分 在4月12号 他则说呢 公共安全是不能打折扣的 事件意外要深切检讨 地方政府要深切检讨 希望未来呢 可以确保不要再发生 这样的公安事件 那么这些难道都推给了地方吗 那么再来看 当时担任这个交通部长毛治国 他是亲自签下写议书曝光 因此遭到外界质疑 好那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些意外灾难的时候 你就要看到各个不同的官 不同的一些面向 跟不同的一些处理模式 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哲平 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第一个 其实有很多人会问 第二个说 这件事为什么是北捷跳出来 因为跟台北捷运有什么关系 这个要让观众听懂 他第一个合约叫三方合约 交通部在上位 然后因为台中没有捷运的团队 然后就委托台北市捷运局 变成甲方 然后乙方就是这个远洋 那重点就是台北市捷运局 为什么让远洋得标 远洋弄了五羊高架 他发生无处的事情 然后上支不是远洋 这阵子签了月后还掉下来 打到餐厅值没有伤亡 他的工地死了很多人 最重要的远洋是不擅长做捷运的 他现在唯一的一个有经验 就是搞那个环状线 远洋做什么事 远洋就是徐旭东的 远东啦 我讲白一点啦 远洋就是徐旭东的 你看他这边所有的董监事 你全部都他的人 董事长叫王孝玉他的进程 这个要弄清楚这个结构 然后远洋他的公司 远洋做什么呢 一 做气体 什么氮气氧气 二 卖房子 三 做室内装潢 他的所有的公司 营业项目是没有做捷运的 你为什么让他得标 你为什么要让他得标 他有环状 他做个环状吗 我们也要查 为什么环状可以得标 为什么当初 那个五羊高架可以得标 而且做得乱七八糟 你去建朱历轮的时候 顺便帮我们问一下 在这一次的甲方的审查 乙方的远洋 好 再回到结构 我当过市议员 县议员 市议员 我协调不下二十次什么事 你知道 乙方是最大的包商远洋 远洋 一 没有经验 二 常出事 够严重了 为什么让他得标 他在下面那些 出事那些包商 我都不谈细节 我只谈结构 结构不解决 还会再出事 除了这个以外 小平 现在大家会关注的就是 因为这件事情 大家远洋会觉得 他们一定是 有这样的品质 或者还能做 可是就是发生了意外 这些人呢 这些官谁该来负责 因为大家会看到的是 那现在台中跟你讲 我也没说要赶工 我只说要提长 我没说要赶 我讲负责任 一 你当初三方合约 由交通部主导 你交通部要负责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台中市 有谣传说赶工 是因为他们又说 胡志强时代 征收土地 行政流程当务 那市府有赶工 他就是林家隆的责任 第三 市政府 甲方就是台北市捷运局 怎么找这么烂的 乙方远洋出这个事 这是柯文哲政府要负责任 第四 远洋 做那么烂的事情 是不是该解约 这四个都要负责任 OK 光琴 这整件事情 大家在这里面看看 刚才讲的那份 你手上那边 有三方协议那份吗 对 有 这份就是 其实是林家隆那边 提供给我的 OK 就是说这个事情 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 我说实在 我作为一个老家 现在还在台中 我真的是无法忍受 台中市政府 那样子的一个第一时间回应 什么事情都做切割 我们不是这样 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 如何如何 那我本来想说 林家隆还在赶路途中吗 对 他就喊我回来 那是他副市长 或是他下面的人讲的 结果等他回来也一样 你知道他办公室电话被打爆了 很多人跟他场景卖都够了 你一直说一直说 其实给人家第一个印象 时空措置 台中市出问题 现在是有个台北市市长 邓文哲第一时间说 我负责 我负责 对啊 我这件事 加工部不用讲了 三方合约里面 这属于爱台十二大建设里面的 一个案子 那我过去也跑交通局 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跟捷运局刚出道的时候 他有个东宫处 也有个中宫处 这很显然是 台北市政府捷运局里面的 中宫处 所负责的设计跟施工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时间很重要 你给我们的印象是 在政治层面是 那我要你林佳隆干什么 你以前怎么打那个胡志强 很多资料是他们给我们的 包括说你骂那个胡志强 工程延宕 你骂中杰 那怎么不跟我们讲 那甲方是谁 交通部 你现在说法不一样了 包括你看 这个 他这个脸书上面 很多东西 那家像这个 这个是那家所谓的厂商 他们经常在那个 所谓的那个所谓的 钢梁 钢梁上面挂不条 工官不条 这个是所谓的 林佳隆自己的 他说 就是意思说 祝他这个 祝我们行车安全 这是一种 还有他脸书里面讲到说 这个希望提前两年完工 这边很含糊 提到是2018年完工 你再仔细看 其实这个都已经 变公开的一个私讯了 市政会议里面 台湾市政 他明明白白写了 2008年11月 你知道吗 司法庄上跟我解释 2008年11月 我们上一次这个 就是2018啦 上次选举 我们才过吗 2014 2014加4年 他要连任就11月 一直跟我阿举 我说你不要阿举了 你们以前打胡志强 你怎么打的 你换任何一个人 你看2018 11月你会否认说 我这个跟选举有关 他就是2018 以前要通车啦 就这么简单啦 对啊那个绿线嘛 就这样子 他没有解释 2018年只是在行政程序上 让他快一点 那时候是胡志强在 不要辩解 你从柯文哲辩解到这 还没讲完 好你讲完 不要辩解 从柯文哲这边一直辩误到 您家人 你什么事都要辩吗 一出事什么 蓝归蓝 绿归绿吗 我们不是这套 不要辩 没有辩解 教室论事 没有教室 市民又提到 他不是都没责任吗 后来又跟我解释啊 他说我原先都是规定要夜间施工啊 有 他们先掌后纵 后来说临时下午才补了一个资料 你看这边原先都是夜间哦 对 晚上九点以后一直到这个 他说他会临时补了一个下午四点到八点 就是我们看到尖峰时间 如果这样一个工程 在台中市 你做一个地方副武官 你容许台中人每天上面在那边掉危险的东西 你让他在那边来来去去吗 要我做不到 何况这些单据 都是会同台中市政府的 你们也提供了很多 过去你们曾经罚过他们好多次 刚刚这个小婷有讲 这家公司有前科记录的 有三十几次 你也知道可以罚他很多次 死了好几个人 为什么还要倒 单据也会到你那边去了 你们做稽查后来终于承认了 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我们稽查不够 我说实在的 如果今天台湾的政治 攸关公共安全 还翻蓝绿在辩护 我也不客气讲 这些东西拿到 因为他请了一个 在电视台以前做过制作人的 大话新闻的制作人 非常懂得媒体 像我来这个节目 立刻就知道我要来上了 提供给我们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有人拿到这个三方的合约 立刻去脸书写了一篇 因为我在后面 我今天不是讲说 全部都是林家隆的责任 没有讲都是他责任 你三方合约 你只有你一方 你就有你的一份嘛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台中市那干脆客问者来做 我们希望客问者来做 要你林家隆干嘛 我们是客问者 你不管发生什么意外 总会是负责吧 我宁愿看到是一个 有担当的主管多少我的台中的乡亲 快来留言给我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绕到脚巷去走 他们装在底下屁屁撞 而且很多人讲说 那天除了那个红灯挡住以外 如果是个公车在下面呢 如果是一台公车呢 你负什么责 所以你看面临这个人命关系 还有这个不管是厂商包商 不管你anyway你叫什么商 你们竟然包括远洋的那个负责人 总经理竟然那个傲慢态度 还有长期北捷就跟那个厂商勾结 一串之和 好的很 马起我希望客问者你好好整顿北捷 那种态度 甚至有人推给那个死的那个包商 那个勾头 你们像不像话 你们有没有点人性啊 到这个时候还推责任推责任 你白天不做就牙不死人 那白如果是晚上做要罚18万 就是18万对他们吃很大的钱下游包商 可怜 我觉得很可怜啦 我觉得台东市政府一定要负责任 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责任 但是跟2018年要通车是两回事 这绝对是两回事 台东市政府有没有做好交通维持 有没有督导好 当然他要负责任 在契约书里面 要负责任除了林家龙 除了柯文泽 还有毛治国 上面有他的签名 他也要负责任啊 可是我们的政府交通部 第一时间说什么 呼吁我们地方政府深切检讨 这是交通部该有的责任吗 在协议书里面 交通部甲方他是担任主管机关 所以毛治国他有第一时间说 中央政府要负起责任吗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 人民都不信任政府 因为我们这个政府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是官官相护 就是推卸责任 把责任都推给地方 中央推给地方 地方再推给厂商 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 今天台中市发生这么大的公安意外 对大家来讲都很心痛 四个人死 四个人受伤 今天如光晴所讲 如果有更多的人在里面受伤了 谁要负责 当然第一时间 柯文泽态度 让大家觉得说 你愿意扛起责任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该有的负责任的态度 王笑意会不会传去 简单官已经死人那么严重嘛 传去 我讲一个 今天如果是胡志强 他继续选上 台北市刚好又是连赛维 你们不宣天啦 你们不吵了这三个月才罢手吗 再加上远洋又是徐旭东的 嘉宇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蓝绿政党之间 会有这样的一个社团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什么蓝绿 跟柯文泽帮林家荣出来谈 责任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如果是胡志强 我相信柯文泽还是会第一时间出来扛这个责任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林家荣你有批评半句吗 林家荣第一时间他所做的这样一个卸责 你刚刚谈话里面 你有批评他半句吗 林家荣你有批评他半句吗 台北市捷运局专业的建议 109年完工妥当啦 林家荣公开宣誓要107啦 那是不是因为他这样的要求 而要这个远洋而加工 远洋要下包加工 开庭才知道啦 OK 安教委 我觉得中央一般处理捷运的事情 以我过去的经验 他就是负责路线还有这个裁员 那真正执行的是地方政府 那林家荣我觉得他真的这件事情比不上柯P 柯P在第一时间的承担 要给他最大掌声 那林家荣是求好心切 他希望未来还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他希望闪躲规避责任 但我觉得也许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林家荣勇于承担 比他闪比会获得民族更多的掌声 那当然真的是亡者意义 所有伤势的生命永远不能够再复生 所以身为任何一个从政者 你有权力的人 你真的要珍惜这份权力 事情发生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勇于承担 好 不过刘委我们光是看到了现在 那毛奎道现在还在说地方政府要深切检讨 这个时候还要分什么地方跟中央吗 我始终觉得因为三方条约是这样 就是毛治国的部分 中央负责出钱 但是也要负责监督 算是业主了 不要紧 你不要紧 我知道你要帮林家荣讲话 我帮林家荣 你不要宣承讲话 我还没讲 你就说帮林家荣 那么北捷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的部分 他负责施作 那台中市政府是什么 我负责征收土地 所以刚才各位提到 我们讲这一段 然后你们做完以后我来营运 这个叫什么 我们如果说BOT的话 这叫BTO BTO嘛 所以你们做好以后我来营运 问题是很抱歉 你碰到一个金谱中说那个白木的人 那个白木的人不白木 第一时间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柯文哲很清楚知道 这是北捷盖的工程 出了问题他完全负责 可是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了 是远洋偷跑 对 那台中市政府是什么 坏的坏的林家荣出国 正好出国 你赶回来的时候 你现在要弄清楚 他到了什么时候弄清楚了 他到了说三方合约的时候 他弄清楚了 可是对不起来不及了 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现在这事后再去看这个 给五万给三十万 那都来不及了 因为基金的印象已经存在了 但是最有意思是 郝龙斌 我平常讲 你有曾经负完全责任吗 对不对 不管叫做花博 不管叫做任何东西 哎 敢工啊 现场的SOP要照样 当然 不管是哪一家 远洋近洋不管 你只要是敢工 你进入到工地就是SOP 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像这个全国同胞讲 平常讲我们的政府 到现在已经坏透了 已经烂透了 毛治国你要不要到现场看看 既然你是业主哎 在三方合约上他是业主哎 你业主看到底下那个台北 据音公司干这么烂 你也到现场去看一下 结果没有你跑到哪里 跑到高雄又骂高雄 结果你台中也得不到便宜 像高雄人家也气你 所以高雄没有什么高科技 结果我想这个政府现在已经乱了 毫无分寸可言 我非常简单地说 今天刚刚毛奎说 因为我刚刚提到是要 我们刚昨天讲了 是要讲中央政府嘛 大家记不记得复兴空难 复兴空难的时候中央政府 讲说这地方政府 新北市海北市 你们怎样怎样怎样 大家不是觉得说 交通部你当初依照这个 这个空难的这个抢救的时间 你第一个时间就是要做 这个所谓的主管机关吗 而且是要做现场主管官吗 那是要推给地方政府 你现场第一线去处理 那如果现在说回来 又变成说推给地方 我觉得其实 我们今天不用再替 替台中市政府讲话 台中市政府有错 他现场这个 所谓刚那个施工通报单 已经讲清楚了 施工通报单 你看4月10号就传了 你应该在第一时间 因为林佳龙在市政会议 1月12号的市政会议 里面有才是嘛 大家都讲说 因为包括今天国民党委员 也讲说1月12号林佳龙 就说要提前两年 提前两年的前提是什么 说因为过去有延宕 他先批评了过去的市政府 但是要来讲 本工程将进行夜间施工 既然林佳龙 你才是要做夜间施工 你为什么台中市政府 要准他日间施工 你就不对 那日间施工 他没有准 他是通报 他通报啦 通报四天 通报 本来应该14号才可以上凉 10号就上凉了 可是问题 他通报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阻止他嘛 所以没有去阻止他 我先 他没有准 可是他通报的时候 你该作为去阻挡他说 你怎么可以 而且现场的这个交通为安 在那个时候 你本来就不应该去 去让市民接近 而且应该让去 处罚施工单位的 而且事实上 坦白讲 那这是台中市政府的责任 台北市政府呢 因为根据三方合约 台北市政府是根据 这个后续设计施工 所以说台北市捷运 捷运这个北捷 本来就做后续施工 那当初为什么让 现场有没有北捷的人 没有北捷的人 可是我觉得 其实今天台湾民众 欣赏的是 事情发生后的态度 你如果采用市政府 事情发生后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绝对的 而不是说 我们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我觉得其实让民众的观感 会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你事后再提出 这个三方合约 事后提出这个 这个所谓的 当初的市政会议 坦白讲晚了一些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也可以给我们 后续的阵容 做一个教训也好 补充一些 这个关键东西 他在8号有提出申请 那当然同意你在13号 到15号时 夜间 没有 你不要急 问题是你在10号的时候 突然传真一张来 说我立刻要4到 这几点 我4点到8点要进行 台中市政府 我没有反应 那个没有何可啊 不是 没有何可 你要想 既然他已经跟你讲说 我4点要施工 而且三点传 你要赶快有这个警觉性 好歹也派个警察嘛 打个电话 派手而已 风路都好 塞车塞到爆也比 也比伤亡好 10号那天是礼拜五的下午 人家风务员要下班了 所以他故意 没这回事 我没这回事 4点没有下班 这个不要让他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 就这一点的部分 台中市政府要付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责任 OK 总不准是你嘛 他传给你 你就让他做了吗 那你是在通缉 就说外面压死人就过了 不可以这样子 这整件事情 刚才特别提到了 包括有没有偷跑的一些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那个时候 假设真的 大家讲说 你不是在白天 是在晚上 有交管 然后有围离 就所有像光晴讲的 任何一个市民 各位观众 你现在不管身处何地 给你一个建议 不管走到哪 走路都抬着头看 好不好 那也不好 抬着头看 就怕没有注意到地上 万一又有个洞 你知道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 到底怎么会这样 那如果真的都做完这些的话 是不是这个遗憾 就可以不发生 而这过程出来 也不要有官 都告诉你说 是谁的 那是谁的 因为老百姓 不管这件事情 他只会管 那我不管你们官是谁 总是要有人站在我面前 帮我挡住这颗子弹 要不然我选你们 要干什么呢 而这过程 刚刚所讲的这些 中间最重要的每个 到底出在哪里 来 环轩 好 这边外界质疑的东西 有很多地方 当然你要仔细来看清楚 是不是工程 有偷跑的情况呢 4月8号这个公文 就是远洋营造通报 将会在13号到15号的夜间 进行钢枪量 的吊砖工程 就跟远洋营造 在4月10号白天 要问的是相关单位 都不知情吗 再来看的是 当场为什么没有去封路 没有进行交管呢 蛟龙部就说呢 一般的国道施工 调化钢枪量 都会趁夜间离风时段 而且会封闭车道 终结怎么会在下班时候 施工简直不可思议 台中市政府则说 他们强调有交管 有专人指挥交通 但工程疏失 交管失效 酿成这一次重大伤亡 难道这当中没有责任吗 再来看的是 根据这个台中市政府 在今年1月12号 第19一次这个市政会议 那么临家我们就指示 要加速台中捷运 绿线施工 要求缩小 或拆掉这个捷运的围离 让民众不再受 塞车知苦 那么拆掉围离这个部分 是不是还能谢责呢 再看是没有支撑架的部分 死者谢光辉的儿子就说 酿成意外的关键因素 是因为这个现场的缺乏支撑架 这个支撑架呢 应该是由业主提供的 他的父亲在上梁之前就提出要求 但业主却回应 不需要拒绝提供 那么这当中 北捷跟台中市政府 没有人来监工吗 如果真的这样看的话 光潜尤其这一段 你讲到 当然这公文刚才大家有解释 因为中间传真了一份 可是说实话 传真了一份 我不管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下班时间不就是 不一定就是五点半吗 他不管什么时候来 你大白天的 那么重的一个钢梁 那个在上面跑来跑去 而且如果照今天没讲的话 那跟积木没有差别吧 大概一根螺丝都没有 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如果就算当时是这样的话 光潜如果真的假设 你有交管 你有专人指挥 你所有这些设想的原因是什么 一定都是设想 万一发生状况 不会出意外 交管跟那个指挥 不就是要负责这件事情的 然后台中市府告诉你说 工程疏失 交管失效 那就等于零嘛 你交管当初设计 就是万一发生事 不会有人出事 就最多是工程延宕 但你不要告诉我什么 我当时有交管 我有什么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要不然不会变成 今天这个样啊 其实我们选地方父母官 或者是有了马英九 或者历任李登辉 陈水扁中央执政之后 有批任所谓的交通部长 是干什么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说 我家人有没有经过 我第二反应是说 整个像被压成肉比多痛啊 那从脑门到那个什么脊椎 整个这样压掉了 那我们第一时间 你能就拿这桌三方合约 没我的事 主管单位是交通部 我不接受 通报单是什么 通报单会哪里就会哪里 你就要有责任 台中市编列14亿 这个工程越来越大 中央一路追加 从200多亿追加到500多亿 是一个大工程 没你台中市 你做不起来 你要有工程技术 你要有匪洁 你要有交通部整个 中央经费溢柱 不是就代表你可以等在那边 等到你2018年的11月 你坐收渔翁之力 你知道他为什么 选一个副市长003 我对003非常反感 因为我们以前打了非常多弊案 就是交通部长003 他任内弊案很多 你不管有罪无罪 你知道吗 他们告诉我 林家庄的阵营告诉我 因为他把匪洁弄起来了 他有这个经验 他过去当交通部长 你请这尊佛 你不估计外界 对003的一个看法 你请这尊佛 去做你的副市长 你有你的用意吗 你把这尊佛请了去 他有发挥他的专长 有在这次里面 发挥多少功能吗 通报单这个意思是什么 林家庄确实 他有几个 我必须帮他讲 第一个 他要求围离拆掉 你真的不能够 诈听之下说围离拆掉 这次就跟他有关 他在几个定点 他们传证给我 我是看 跟我说话 他传证我做比对了 施工单位 他并没有要求撤除围离 他要求撤除围离的是 已经完工的部分 环道渔民 这个部分解决了 那另外呢 有关这个通报单 你固然 林家庄你说 一定要夜间施工 但是他也偷跑了两天 你们瞎子 他都偷跑了 你还拿这个来锁嘴 说哎呀 他先掌后奏 我知道我就去主缺了 我要你这个市政府干什么 偷跑两天 临时塞了一个单子 你说这个我们单子很多 我们要第二天上班 第二天上班就像高嘉宇讲的啊 第二天上班已经不是第二天啊 六日放假 那礼拜一了 我等你礼拜一 说实在 我碰到我们台中市 我们我自己的家乡的事情 我比较激动 我过去也是这样子 一直盯那个胡志强 盯掉他去告状 还好你们年代的长官挡得住 他好也是接受 专门把我找来了 我跟你讲真的 看太多政治人物了 从事蓝的护蓝的 绿的护绿的 我也不是贾中立 我就是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第一时间推责任 总有个怪咖 柯文哲 我来 我负责任 不需要给你拿这个通报单 不需要给你拿三方责任 三方契约 你们准备那么多给我们 不过就是希望堵住我们的嘴台 电上少讲两句吗 就有个柯文哲 都不用拿这些 结果你讲更多 对柯文哲就说 我负责任 你知道吗 他的那个北杰 在柯文哲这边的 立刻第一时间他们鞠躬道歉 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们看到北杰其他的那种嘴脸 被媒体采访到 但是也奇怪了 我 很多媒体人讲说 以后柯P再做任何事情 他们都不觉得意外了 像这种意外太多了 OK 对不对 相对之下 林佳龙你比得上人家吗 你有任何的担当吗 你这样才承认错误吧 我想林佳龙在这次事件 也学到了一个教训 就是说出任何事情 不管怎么样 第一时间就是扛责任 就对了 因为其实人民想要看到 就是说你政治人物 有担当 有肩膀嘛 不是像中央政府一样 出了事情 就开始来追查 然后推卸责任 这样子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 那我觉得说 柯文哲其实整个事情下来 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想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应该像柯文哲来看起 OK 好 这件事情 当然真的非常遗憾 造成了这么重大的一些伤亡 那愿死者安息 生者节哀 可是大家要问的 还是那句话 当发生成平时候 有没有官 其实对老百姓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大家要问的是 官你在哪 好好想一想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的收看 接下来请说新闻 追追追